大家好,温瓜和声声 大家好,我是Lisa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我们在Richmond销售了两套公寓的一些感觉 然后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市场的一个情况 还有我们发现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 买房子的技巧 一点点 通常的一点点小小技巧 就可以有一个分天覆地的变化 那我们其实是最近一两个月就上了两个公寓 是吧,很快就卖掉了 Lisa应该算是一手去操办的 对吧,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对,大家可能都觉得现在市场好冷淡 没有买家,没有人看房 但是我没有这么觉得 我是觉得炫耀的 好累 我们是有套房子 我们总共是开了两个周末的open house 然后总共有100组人 100组人 对,感觉你说100组的时候有点戏剧 对,不太确定 但是没错,100组人 两个周末,四天基本上就是 那还是蛮受欢迎的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在现在的市场 你说这个市场冷淡不冷淡 我觉得这样一概而论 或者你看平均值 它可能确实比较冷淡 但是如果你就某一种类型的房子来说 我觉得尤其是好房子 根本就不愁卖的 对吧,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手里持有一个 比如说2010年以前 或者是00年或者是90几年的房子 我现在 我觉得现在都是大家一个非常好升级的那么一个时候 是吧 对,的确是比较老的房子 1995年到2000年 这房子 它的价钱还是比刚刚成销的一些新的楼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列治文大家也知道不缺租客嘛 租客市场还是非常活跃非常好的 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能成一个阵线金流的房子 一个作为投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如果是自住的话 那你更不用愁 对吧 是,像我们之前有卖一套房子 我们真的这里边没有做任何装修 电器也都是非常老的 就是都是按照原始的状态卖的 很多 就是我知道很多经济其实在卖一个房子之前 他们会让卖家做各种装修各种东西 我承认这样卖的话 你有可能会卖的更好的价格 那如果卖家确实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有这个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 我觉得那真的是旁无择待 但如果说卖家本身 比如说没有精力去弄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作为经济 不管这个房子什么状态 我们都应该把它卖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当时我们这个客户就属于 真的时间非常有限非常着急 他也不愿意去做任何东西 那我们就这样去卖 那在我们的宣传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加入了更多 你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 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装修 对吧 买自己喜欢的冰枪 对对 然后你的这个墙什么颜色 我们可以给你刷个大白 但是你搞不好喜欢蛋黄 就不好说的嘛 从心里面再刷 对所以我觉得作为经济 是需要给客户意见 但是当客户确实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 我觉得也应该 更应该帮助客户去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 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那我们通过自媒体宣传 通过我们做收银 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买家 那最后卖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快 因为两套房子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内部情况都是属于比较原始的状态 对都没有做过太大的upgrade 对那我问你像卖家他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 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升级呢 我觉得现在置换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可能最近存家的房子房价比较高 但是相对来说比旧房子房价比较高 但是他现在房源是非常充足的 可能是买家两两年之前买的房 但现在他可能是原价 或者是比他买的时候更低一点出售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多有这么多option的情况下 你就是可以我们就可以替买家就是做做好的选择 对那确实实上就是新城 橫胶的这些房子 就像刚才Lisa说的成本的压力 如果你不想 如果这些买家 如果你想多赚一点 那可能你要hold的时间长一点 如果说你愿意赔一点 把钱拿回来做其他的投资用途 那我觉得也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因为现在市场慢嘛 你卖了之后赔一点点 那你去投别的 你也可以占一点便宜 其实只要你永远持有物业 那其实你永远在这辆车上 那其实你都不会说亏的太离谱 对所以就是作为买家的话 现在就是抢offer或者是简陋机会 就是在这种新的楼 或者一个楼有三十几个listing的这种楼 就是特别能好下手 那既然说到了抢offer 小龙面也答应大家了 一定给大家分享一点 小的窍门 Lisa要不要跟大家多聊聊 就是很多客人可能买家 现在觉得这个市场还抢offer 这卖家太黑心了 就是老实让我们把这个价钱 就这样往上价 对吧 但是我们是觉得如果卖家真的是用抢offer的形式 他肯定是第一 他肯定是要卖的 第二它有可能有时间的限制 他急着卖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作为买家的经济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勇于尝试 对 所以不用怕这个 对 当然就是我们要尝试想offer的话 那我们前面也要做好的功课 要帮这个买家准备好 对吧 比如说一些条件嘛 就是说尽量给一个好的条件 对对 如果我们价钱上想要 就是压的比较低的话 那我们条件肯定是要做的最好 比如说呢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贷款的条件 我们贷款 买家的贷款一定要预批好 对 然后把这个条件的时间 说得越短越好 但是这个也是当然 我们也得保证买家能成交 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因为有一个 无条件的就是冷律期嘛 所以你的条件 三天我觉得都不过分的 对对对 现在银行也没这么忙 所以三天内 我的银行小伙伴都说 基本上可以push的 对 所以你觉得大家应该去努力的尝试 那你觉得在价格和条件上 哪个更重要些呢 对于卖家来说 我觉得每个卖家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到 最普遍的是卖家急着卖这个房子 所以他们肯定是希望 这条件是缩短 然后很快能成交 对这是他们比较看重的 现在 但我知道很多客户可能就觉得 像刚才Lisa说的 觉得抢什么offer 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或者是有的经纪也说 哎呀不要抢了 太麻烦了 因为抢offer嘛 你要做好很多功课嘛 客户买家要做好了预批的准备 那买家经纪呢 要做好了看文件的准备 所以其实可能很多经纪 可能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说 我先去看文件 你这个没抢到 我们再看另一个 我又看文件 他可能也会抓狂 但是像Lisa就完全不会抓狂 很有耐心 对真的是 那次都说了offer开始下了 当下我还有几页没做完 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事态度 真的是还是非常的难得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尝试 不要就是很多买家觉得 抢offer感觉这件事情好困难 就不做了 但是我们就是在正式有机会的时候 对吧 确实是确实是 我觉得到最后 跟卖家经纪沟通 说我们要抢这个offer 你们现在没有收到offer 我现在给你一个offer 那我觉得不管是从哪方面说 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 不错的一个回想 应该会有 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现在所谓的冷一点的市场里面 其实依然还有很热的部分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现在入手房产 想要减个low 我建议大家都马上 这个跟我们联系 对吧 Lisa的这个小红书 我们也会放到屏幕上 大家可以随时跟Lisa联系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么多 非常感谢Lisa今天一起来聊这个视频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